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作霖 心说谁是张作霖 他怎么到了成德了 看眼前有二十来人 为首的有小哥 这些人可都穿着变装 莫非他就是张作霖 不敢隐瞒也不敢耽搁 立刻通报 咱们话分两头 单说马富翔 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从天而降 从奉天到他这儿来 等见着名片之后 马富翔就站起来 嗯 张作霖来干什么 哎呀 肯定是有事啊 啊 明白了 这些日子 这些日子这成德都乱套了 那杀人的凶手肯定跟张作霖有什么套头 不然的话他不能从奉天到成德 我听说张作霖这个人最不好惹呀 个头不高 聪明过人 有小小的一名土匪 摇身一变做了中将师长 我这耳头都摸出茅子来了 今天能得见此人 也算一件姓氏啊 来了多少人 一共我们查过了二十三个 嗯 好吧 奋复弟兄啊 隆重接待 哎 这吕布打扫卫生 重新装脸 马富翔是全身容装 领着亲兵卫队接出去了 到吕布外面一看 面前可不是就二十多人 一色都是变状 不了解内情的 好像一伙做买卖的 他虽然没见过张作霖 可听说过呀 一手站到最前边的是个小哥 比别人都挫着不少 干巴巴巴一团精气神 俩眼格外的亮 黑头黑头的放光 你别看个儿不大 稳如泰山 他就猜个八九不离时 这就是张作霖 这就是张作霖 丁锡春先过来了 请问 您就是成德混成旅的少将旅长 马富翔 马富翔 马旅长 哦 是我 这是我们师长张作霖 哎呦 欢迎 欢迎 还没等他动腾的张作霖 强步骑身 掀过来了 冲着马富翔去抱拳 马旅长 久闻大名轰雷贯 张某早就想到成德来拜会 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张某有礼了 说着话一公道地 明明说张作霖怎么这么行礼 您想他穿着变装 哪有穿大褂打立正的 那像话吗 马富翔一看赶紧往旁边一闪 一礼相还 不敢当 不敢当 张师长 今生大驾 光临我这小小的成德混成旅 我真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请 各位 里面请 张师长 王黎请 说着话携手揽卖 两个人边说边谈 就进了旅目 张作霖后边那些人都跟着 这些贴身的保镖 那俩眼睛比别人要好使得多呀 鸡咯咕噜烂乱 随时观察着周围的举动 保护张作霖的安全 到了院里 张作霖就回身告诉他们 就站在院里 屋里没你们的地方 就他跟着马富翔进了客厅了 到客厅坐下 这刚把茶水沏上 张作霖一笑 驴长 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 张某来的唐筒 请千万恕罪 咱们还按老规矩办事 张作霖说的这把大山解开 撑撑 把双枪拽出来 啪往桌上一放 然后告诉手下人 把家伙都撒下 是 主动的把枪全拿出来 往地下一放 让人家对方放心 就这一点 马富翔深受感动 要说马富翔事先没准备 那叫下车 马富翔手下的位队也都双家伙 都准备好了 如果张作霖到了里面 有什么不轨的行为 或者要撒野 马上就给我动手 但是一看你张作霖没有敌意 主动搅了枪了 弄得马富翔挺被动 这这 张市长这这干什么 不 初次见面 不得不如此 用不着用不着 我马富翔是交朋友的人 我一见张市长你的面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非常慷慨 非常重义气 我一百个放心 你看 我一点防范也没有 再这一说 咱都是中华民国的军人 都是一家人 这又何苦呢 把江带下来带下来 来人哪 请各位弟兄们到屋来坐 搬椅子 他主动说话 把丁喜春刘小春等人都让进来了 大伙没敢坐 就站在张作霖背后 张作霖一笑 既然马旅长 对咱们 对咱们如此放心 好吧 那就把家伙都收下来吧 每个人 捡起每个人的枪支 全别的腰里头了 马富翔按条大指 张小个子真有你的 刚见面 刚见面就僵了我一军 说了几句话之后 马富翔一笑 张市长 今生大驾 离根凤天到成德 大概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吧 那么今天又来见我 看来这个事情肯定不小 请张师长明示 马富翔为什么这么说 他是少将旅长 张作霖是中将师长 论军阶比他高这一级 所以马富翔呢 以下级对上级的口吻这么说话 这也是出于对张作霖的尊重 张作霖又一抱拳 我说马旅长 你猜着了 张某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来求你 哦 说吧 师长只要有什么要求 凡是我能办到的 一定尽力而为 好 够意思 咱们听着真人不说假话 最近成德挺乱吧 这个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 大概你也知道 我有个磕头的好哥哥叫汤二 名字叫汤玉林呢 就是我们二十七师的副师长 兼五十三旅少将旅长 因为他回成德来接他母亲 管了一档子闲事 结果演出不少罗烂来 听说他杀了六个人 学习成德府 把贵宝弟折腾个乌烟瘴气 如今官司没完 被押入成德的死囚牢 我就为汤二虎和张是飞而来 啊啊是啊 马夫想心里一翻个 怎么呀 我就知张小个子从奉天到成德有大事吧 闹了半天大闹成德的事 唐的脑袋踏二虎 我看着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最近听说还抓住一个小子 还接过求车 甭问那就是张是飞了 那么请问张市长 你想叫我怎么帮忙 马旅长 咱们听真人不说假的 我这一次到了成德 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把我的弟兄也得救回奉天 如果讲道理嘛 当然更好 恐怕这道理讲不通 双方就背不住发生无力冲突 因此 我恳请马旅长高抬贵手 一旦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请你安兵不动 不要插手此事 哎 张作霖说得倒痛快 马富翔一听着脸一红 心里翻个 老大的不痛快 心说张作霖你简直是非理的要求 我是这里驻军最高长官 负责本地的安全 要打起仗来枪都响了 要叫我保持中立不管 哪有这条道理 让上边怪罪下来 我怎么交代 但是他还没等说话呢 张作霖马上要跟上一句 马旅长 我这么做可有点强人所难哪 但是没办法 你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委委屈屈地答应 哦 张市长 这话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因为我知道你马旅长是交朋友讲义气的人 我要不了解我就不来了 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 须当永泉大报 我知道马旅长手下有一万多弟兄 但是经济方面并不宽裕啊 只要你肯帮帮我的忙 我赠送你大洋十万块 另外我听说马旅长 枪支弹药也不是那么齐全 如果你能帮帮忙的话 我愿意赠给你步枪一千支子弹 五十万发 六零炮二十门 你马不想一听 我听清没 是真的 你说那阵掌握枪杆子的军人 对这种东西那太喜爱 那么张作霖真舍得往外扔啊 所以他有点瞠目结舌发傻了 张师长这完全是真的 我张作霖说话就是一句 如果我说瞎话不兑现 你骂我的八辈祖子 另外 马旅长 咱们当军人的都爱马爱枪 我再送给你短枪二十支明马一百匹 你 能不能达成协议 就看马旅长的 行 行 太行了 马不想激动的脸是点肉 奔奔奔奔奔奔 哈哈哈 大丈夫一言出口 四马难追 为了我说话算数 先交一部分定钱 拿出来 前文书他说了 拜会马富翔之前 带来个保险箱 还拎了俩大批包 那里边一闪是干货呀 丁喜春刘小春 命贴身保镖 把东西往办公桌上一放 啪啪啪全打开 张作霖用手一指 请旅长做目 马富翔撑着脖子一看 哎呀 真好玩呀 首先一个皮包里头 一色都是金条 另个皮包里头 翡翠钻石猫眼 全是珍珠玛瑙 变色石啊 那家拿出一块的 就价值万斤 马富翔当旅长年头不多 可也没少搂钱 这么多好东西 没见过 当时真是仇太百出 都傻了都 都给我的 都给你的 另外 方才我说的话 一定对见 该给你什么 给你什么 喜春呢 开了一个名单 我签字画牙 哎 把礼品单开好了 张作霖不会欠字 拿过笔的刷刷刷刷 画两圈上的画两叉 代表自己欠字了 交给马富翔 马富翔一看 张作霖出手大方 就这一点谁也做不到 真舍得往外拉肉 动了心 嘿嘿嘿嘿嘿嘿 好我相信 我相信 张市长 你那意思不就是就俩人吗 啊 好吧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嗯 三月六日 晚上九点钟我们动手 到时候枪声一响 那就请旅长你多多关照 好 好啊 如果你们动手的时候 我也调动军队 也放枪 也呐喊 但这都是虚张声势 往天上鸣枪 在寺外瞎吵 实质上 绝不干预你们的行动 一言为定 嗯 这事儿啊 就算拍了板了 要说张作霖呢 那真有两下子 他之所以成功 就是舍得下骨 为了救汤二虎 为了救张是飞 搭尽多少钱去 但张作霖想的明白 千军一德一将难求 我就花多少钱 也买不来这两元虎将 要不怎么有那么多的人 舍死旺盛给张作霖卖命 红花的绿叶陪着 张作霖对这个道理 看得非常清楚 鲜言少许 马富翔说什么 也得留张作霖在这吃饭 张作霖呢 为了跟他套感情 也就留下来 一共在旅部里的待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张作霖这才起身告辞 马富翔 帅领弟兄们亲自送到大门外 送了一城又一城 张作霖又回身 旅长留步吧 宋君千里终有一别 只要我们的人平安回到奉天 不出十天我说话兑现 所需之物派专人给你送到承德 我相信 我太相信了 张师长高意思 往后经常联系 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吩咐 你看这般多顺套 马富翔回去了 说话真算数 到了三月六号 真就这么办 就等于给张作霖敞敞开大门 张作霖心中暗想 马富翔不插手 就行政公署那些文职人员 警察黑狗子等等的 架不住就滑了 那我就不怕了 可是张作霖回到老李去 喜信传来 张作相正等着他呢 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好事 张作相向张作霖禀禀报 奉张作霖之命 携带众里去找袁齐爷 袁警警 见这么样的 袁齐爷是满口答应 三月六日协助他们 揭劳反育 愿意提供地图 愿意给当向导 可是呢也有个要求 事情真一爆发了 老头没法再承得呆了 为了躲避灾祸 打算跟着师长一块回奉天 张作霖说那不太行的 这是人才 我行都行不来呢 请你见着老爷子 传达我的意思 他老人家只要到了我的奉天 就算我二师七师的 卫队长 怎么样 给他个卫队长 房子 一切一切我包下了 张作相一笑 市长 你没说 我呀就向他许了愿了 说的那话跟你说的差不多 我主知道你得这么办 那就对了 哎往后你就替我做主 哎呀张作霖一看事情都办得有了眉目了 虽然说高兴 但是又着急了 因为这个事情瞬息万变了 这玩意儿人还在人家手里掌握呢 随时随地都有险情出现 不但张作霖着急 弟兄们没有不着急的 特别特着急的就是田的丫头 这田的丫头也要疯了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眼睛都像桃差不多少了 当啊当啊当啊盼啊盼啊盼啊 终于盼到了三月六日这一天 早上大伙子 早上大伙都起来了 在城村 看抄袭 田凯 行李亭 这些比较能打的人 田大丫子也非要跟着 一开始张作霖不同意 后来一想好 理解他的心情 为了救他的丈夫 他跟着也多一份力量 也点头同意了 配备了五十个人一百支枪 就这些人都是杀人的祖宗 张作霖把他们派出去 剩下的做第二梯队 随时接应 在这一天的上午十点钟 张作霖派人敢问日本领事馆 跟小川和野板取得联系 问汽车什么都准备好没有 有什么变化没 那边回了信了 一切正常运软 晚上十一点 在南门口 日本汽车等待接应 叫张作霖放心 嗯 妈爸 这回万事俱备 直欠东风了 哎呀 怎么这么难熬啊 这天好像比平常要长的多的多 怎么判他也不黑天啊 众人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判哪判哪 终于到了长灯的时候 又过了一会儿 张作霖 掏出瑞士造金壳怀表 啪 一看时针正好指到八点 可以动还来 张作霖这才奋不一声 来呀 马上行动 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 请拨打收费电话 26654321 26654321 长天评书乱世枭雄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这件事情 跟您 这些白珍